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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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调节它到一个材料刚好出来 让第二个材料不能推出来就刚刚好 这两边如果材料比较长的话 要一起调整一下 高度的话就是调这个 那如果说左右如果差一点的话 这颗螺丝跟对面那颗螺丝松掉之后 这个可以整个架子可以这样左右调一下 让它居中满一条线跟这个中间 大家看一下 然后这个气 这个气它这里会有一个接头出来 然后这个气要接上去 你找一个气瓣给它接上去 接气接下来 然后气管的话 这个短的跟这个长的可能会拆掉 到时候收到之后再给它接起来就可以了 然后它每个气缸我们基本上 试机都会调好 像这个气缸是A嘛 往右旋它就打得慢 往左旋就打得快 这个是回来 这个是进去 然后这个电的话 我们像主轴的话是三向电 大家回去的时候 这个线会比较长 大家自己把三向电给它接起来 像我们这个是接了一个三个线的开关 那现在的话 这个电的话 跟这个后面的架子 我们跟这个导管已经讲好了 这个控制箱的话 这后面的电我们都会已经接好 线都接好了 就是说这根电源线 我们到时候会放到配件箱里 这个是两向电 大家电源线给它接两向电 接起来就可以了 主轴是三向电 这个是两向电 现在我们讲一下这个机头 这个前面这个夹具 怎么更换 我们正常试机都会有一个 试好的在上面 如果大家更换的话 怎么更换 这里本来是有螺丝的 我们就是不用去调这个气缸 把这个螺丝跟这个螺丝给它松掉 然后松掉之后 它这个就可以拔出来 大家看拔出来 拔出来之后 这里我们都会配一个 这个就是十字架的这个扳手 一一对应的给大家 它这个就是插进去 刚好插进去 对 然后后面的话可以 这后面的话可以找个东西给它锁一下 大家看一下 这后面就是找个东西锁一下 左手锁那边 然后右手这个就给它旋出来了 就是说这个就是 往右旋就是紧 往右旋就是紧 往左旋就是松掉了 正常我们这个夹具选紧之后 差不多这里有一个毫米的间隙 就是基本上选到位了 那如果说有的时候 如果说有的这个夹具做的不是很标准 选到位了还间隙太大的情况下 我教大家怎么去做 它这后面 这后面你看这里有一个可以调的 我们只要把这个往后 往后调一点就可以了 选顶往后调一点 让这边的间隙 尽量在一个毫米左右就可以了 然后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控制器 电源线两项电的接好 然后这个往右旋打开 然后控制面板就出来了 这个是集挺开关 按进去会集挺 平时如果说被按进去的情况下 那这个你看这个是在闪 然后往右旋弹开 它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面板的话 一进来的时候 可能这个速度是2000嘛 F键嘛 我教大家怎么调这个手动速度 F键 它一开始的时候 如果说是2000嘛 我给它 比如说我们给它调成300 按一下 变成绿宽的时候输入300 再按OK 这边就变成300了 也可以保存这个速度 保存进元速度 我之前就是保存了 然后这个键是跟车船是对应的 车船的前后左右 就是对应的这边的前后左右 我这边操作 我这边操作 大家看一下 这个我就是 你看 大家看 我这个就 我速度加快一点 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这个就是前后左右 就是对应的这个前后左右 大家可以试一下 方向不会反就行了 然后 这里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材料的长度 因为要设计到这个加工的时候 正常我们就是说 比如说你的产品 长度是 比如说是50 50 那你截断刀 长度如果是50 产品的这个加工长度50 截断刀如果说是2毫米的截断刀 那你就是52的这个总加工长度了 然后再加上一个毫米那个浪费的这个端头 而不是浪费的这个切料的余量 那就按53来算这个长度为一个为单位 那比如说你是4个 那就是53乘以4 那就是200多了 对不对 然后再加上一个料头 两三公分的料头最后 然后我们这个散料价 这个材料的这个长度的范围 是可以在70公分以内 如果是原半 70公分以内都可以叠料的 然后算这个长度 就按我刚刚的那个算法去算 做文件的时候 我们也要根据这个 做好这个文件加工多少个的 然后原半是可以叠起来 那如果说大家是残料 我们残料的情况下 这两个可以拆掉嘛 然后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外面这个这个档板去掉 然后底板要留着 底板留着 然后中间可以加一个铝管 铝管铝管大概从这里到这里 然后给它固定到这个底板上面 然后总的加工长度 可以从这里到到到这里 差不多应该是有一米一米五左右 如果说大家是一根材料上 那这个时候是可以翻料 也可以原半 翻料就是做翻了夹头 这是一根残料的情况 如果说是短料70公分以内的 我们是可以叠料 只能是原半 那我们今天的话就以这个发后这个客户的产品 那个来适机为例 它的产品应该是54厂 现在它后面我们这个这个没有锁紧啊 这个这个没有锁紧的情况 这个没锁紧的情况下可以推的 我们先推一个料出来 材料叠起来了 材料叠起来了 它的是短料 先推出来 这里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气缸通了气之后 它是会往后推出来的 这个气缸我们现在先手推一个料上来的时候 先把这个气缸给它打进来 这个怎么打 是按这个面板上面的这个 面板上有个A键 大家看我按A键 我按这个A键它就会 你看这个气缸 看到没有 这个气缸就打进来了 我们先是这样打进来的状态 然后先手动推一个材料进来 大家看一下 然后它这里先手动推 材料叠起来了 先手动推一个材料进来 先手动推一个进来 这个时候长度不确定的情况下 就推到这里就可以了 先这样 等一下再教大家后面那个气缸怎么固定 这里先推到这里 这不是啥子吗 看啊 这个卡纸是54 刚刚忘记暂停的 这个大家卡纸如果不会堵的话 到时候找我 我发一个视频给大家 然后它这样 这样确认 F3先把料夹紧 然后这样过来 确认过来 你看这个尾部尖过来 差不多就是说 这个尖尖离这个 离这个夹料的差不多 一个五毫米到一公分之间 是比较安全的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也可以去做一个线位的 我们是有线位的 线位大家 大家看这里 这里是有个线位的 就是说我们可以控制 让刀比如说走到非常接近这个地方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给它三毫米 或者五毫米的时候 它线位灯就会亮起来 这个就刀就没办法再过去了 控制器就会停止 这个大家可以去调一下 线位的情况下的话 到时候它这个灯也是 reset也是会红 那要让它不闪的话 就是选到这个地方 按一下变成绿色才行 然后这个情况下的话 就是说我们现在就差不多 等一下料就是伸这么长就可以了 我教大家一下怎么对刀 然后这个F2 夹头的话是F2 就是说这个夹具的夹头是F2 按这个F2 它这个夹头就会夹紧 大家看一下 它现在就夹紧了 夹紧之后的话 夹紧之后的话 我这个时候再按这个F3 让它把夹料的松开 然后这个F4气缸的这个长度 这个就是拉料的长度 就是说它这个F3夹紧之后拉料的长度 这个长度怎么去确定呢 就是按照我们这个产品的总共加工长度 比如说产品是52 然后不是加2毫米 截断的这个厚度 刀宽 那就是54 那这里就是54 再加个0.5毫米 或者1毫米都可以 那就是这里就是54.5 总加工长度 再加54 加0.5或者1毫米 54.5或者是55都可以 这个距离就是 这后面螺丝松掉之后 把它调这么低 那这个这个这个长度就是它最后这个拉料的这个长度 那我们这里节约时间 我们就是按照它的产品提前调好了 那现在这个夹紧 F2夹紧的情况下 我们教大家怎么去对刀操作 这些长度我们都控制好了 操作的话 这个F1 F1 这个F1 这个F1按一下之后 它主轴就会转起来 F2先夹紧 我现在按F1 大家看一下 它主轴会转起来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方向对不对 要这样 逆时针转 逆时针转 如果方向不对的话 大家那个三向 两根线互换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我现在按F1 让它逆时针转起来 然后我现在做一个事情 就是说刀尖 它这个是可以控制这个刀的高度 我们刀 端面先削一刀进去 看一下这个高度是不是一致的 然后我们这个夹料的长度 已经长度确认好 就是刚刚产品是54吗 对不对 54 然后离这个 离这个不是至少有个一公分 或者五毫米以上吗 然后夹紧的情况下 那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推料的器杆 先给它确认好一下 你看它这个推料 现在F2夹紧的情况下 它就往里推嘛 对不对 它刚刚还在里面 它就推过去顶住料 顶住料了 推不动了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把这个锁紧 这个就是怎么去确认 这个杆的这个长度 这样就可以了 现在给它锁紧就可以了 这个就好了 锁紧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气缸 给它退回去 这个是A气缸 我按这个面板上面的这个A键 它可以退出去了 你看大家看一下 我按A键 它就退回去 它退回去的过程的话 过程中在这个料就会自动在往下掉了一根 所以说按照我们这个步骤来 那它料就掉下去了 到时候再跟加工完之后 它就会自动推出去 现在对刀的话 我们这个高度 这个如果有三把刀的话 它的高度都要跟这个中心点一致的 我就先把这把刀 高度先对一下 然后按这个面板上的F1键 F1键 F1键按的时候 它转起来 然后靠手动先去对一下 这个前后左右 靠手动这个前后左右 前后左右先去车一刀 它这边操作 大家看一下 你现在操作了 F1转起来 速度调慢一点 现在速度是2000 给它调成300 NF键 OK调成300 这个低变成300了 然后这个时候 往前走 停下来F1 大家看一下 就车过来的时候 中间可以留一个小点 然后让这个刀尖跟中心点一样高 如果不一致的话 就是通过调这两个螺丝上下调 然后这个调好之后的话 就可以把它设为起点了 因为我们刚才这个长度是对的 先把起点设了 起点怎么设 大家看一下 这个宽的话 给它退出 玩优玄退出 大家看起点的话 教下大家起点怎么设 按这个键 一个C一条干的 按一下 第一函 看一下 X轴轻零 按这个按下 这个按下去后 再按OK键 按进去 它的第一函 X就变成零了 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说起点的意思 起点设好之后的话 我们这个可以是打孔的 或者是车内孔的 车内孔的话 大家看这个刀 刀头就要朝下 这两个刀架 刀头都是朝下的 这两个刀架 然后我们现在先让它们三个刀 在一个面上 怎么去操作 大家看一下 就是说这个是F5气杆 你可以把F5打出来一下 大家看我靠手动移 推过来 让这个刀的面也跟它一致 然后高度 这个你看它的刀尖高度 也是跟这个 刀尖高度跟这个中心点 是一样高 先把这部调好 然后等一下距离 怎么去调 然后它的刀具 这个是调整 这个是调整它靠近面的 然后这个的话 是调整前后的 像我们做文件的话 它的距离是做到60 大家可以在一个面上之后 通过这个卡尺去调 给大家演示一下 现在这个卡尺是60 然后这个时候 你看卡到60 让这个刀 两个刀尖之间 是这个距离 通过这个去调 这样的话 它们的刀具就是60了 然后这个内孔刀也是一样的 内孔刀或者是打孔的 它是F5气缸 大家这个先别装上去 正常的情况下 我这里是已经对好了 F5 我按F5 大家看 也是一样的 它们 你看它们三个 它们三个是在一条线 一个面上 然后它们的刀尖高度 都是一致的 都是要跟这个 都是要跟这个中心点一样高的 跟这个中心点一样高的 那这个也是 它的距离也是一样的 它如果说正常 我们是这个距离 跟这个距离是一倍的关系 刚刚这个是60 那这个就是30 用卡尺卡到30就可以了 那这个时候 就三把刀的这个刀具控制好了 这个F5气刚收回去 MF5收回来 那接下来的话 就是最后最后一步了 就是对刀也是最重要的了 就是这把刀 对一下刀就可以 就可以开始加工了 怎么对刀 我先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这把刀 速度F5调成300左右 刀 尽量差不多 差不多一两个毫米 然后往左车一个小台阶出来 车撑一个小圆 然后刀前后不要动 用卡尺量出这个直径输进去 那现在我们它来操作这一步 大家看一下 NF1转起来 F2是要夹紧的转叹 然后这个速度差不多是300的速度 净量差不多一两个毫米 净量一两个毫米 然后前后不要动 左右可以动 我说的前后就是这个方向它不能动 可以往右动 然后这个时候用卡尺量出这个 这个车销的这个台阶 然后这部卡尺就要会读了 大家一定要会读卡尺 我这里稍微给大家讲一下 它这个比如说先读这个0的位置 它这个就是21过来了 对不对 20以毫米为单位 这是20了 这是21了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再看这后面哪一根线 跟上面一根线对的最齐 我们看一下这是哪一根线对的最齐 差不多应该是 1吧 21.2的样子吧 然后 然后再找对的最齐的 差不多是21过来 然后这个 第一根吧 或者第二根对对对齐 它0到1之间只有5格 所以说如果是0后面这一根 那就是21.2 再一个就是21.4 我们这 这里的话差不多是2这根对的最齐 那就是21.2 如果是2后面这一根就是21.22 2前面一个就是21.18 它每格是0.02 那所以说我们这个就要读出来就是21.2 那我们教大家一下怎么把这个输进去 刚刚这个是起点 我们这个宽可以给它退出 你来操作 退出 对 那现在的话这个是起点 起点已经设好了 那我们现在按上面这个键 一个圈一个点 对 按一下 慢一点弹出这个对刀直径了 对刀直径了 然后按一下OK键 对 然后这个对刀直径再按一下OK键 从红宽变成绿宽的时候 从红宽变成绿宽的时候 现在输入21.2 输进去再按OK键变回红宽 然后按这个旋转按钮 旋转到这个确认键的时候 OK再按一下 按OK键 OK键按一下 大家看这个 Y轴就变成你输入的负一半 对不对 10.6乘二就是21.2 是负一半 这一步确认了 说明我们输进去了 它原理其实很简单 意思就是说 现在这个刀尖 现在这个刀尖离这个中心点 这个是中心点 刀尖离中心点的这个距离 就是10.6知道吧 就是这个意思 那我们这一步做好了 然后就退出 往右旋退出 再往右旋退出 那这个时候就全部都做好了 因为我们刚才起点已经设过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刀先 先手动大概移到这个位置 大概移到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也是离起点很接近了 大家看到离起点只有0.2毫米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选择文件 让它加工 刀具做好了 那这把刀有用的情况下 就是有用 我们这个时候这个文件可能没有用到 没有用到没关系 我刚才给大家讲了这个刀具的怎么对法 这把刀它们两个之间是60 所以我对刀只需要对这一把 这把跟它是60 在一个面上高度一致就可以了 锁紧 确认 确认几个点 对刀这把刀对好了 F2夹紧了 这个地方 F4这个地方的距离控制好了 就是加工长度加0.5或者1毫米 然后这个A气缸 A气缸已经调好了 并且是收回去的状态 然后材料叠好了 散料价的高度也对好了 这些都好了 夹具也是合适的 我们这个夹具正常是只比材料大 0.3或者0.5毫米 所以一个材料 一个规格材料就要做一套夹具的 那现在我们就选文件加工 来你选文件加工 选文件怎么选 教大家一下 这个旋转按钮旋转框 旋转到打开文件 旋转到打开文件 对 然后按一下OK键 然后选择到对应的文件 这个是23是直径 52是长度 52是指产品的长度 它这个手柄做的是三个的 所以我们材料就已经算好了 做三个的长度 54 55乘以3 大概是 然后再加上 再加上料头 两到三公分 好 这些材料都长度确定好了 然后旋转到这个文件 然后按OK键 你按OK键 打开此文件 再按OK键 对 进入这个文件框 再按OK键 从第一函开始 再按一下 然后到这个开始运行了 到开始运行了 这个时候我再按一下OK键 就开始加工了 如果加工过程中有问题 这个急停键可以停 这个也是急停键 这个是暂停键 这个是停止键 这个是暂停键 平时可以用暂停键 按完之后也可以断点运行的 那我们现在它按OK键 就开始加工 我们看一下加工过程 那你来按OK键 我们把整个散料的过程 给大家演示一下 它加工完三个之后 它下一个材料怎么上来的 这个文件的速度 什么都是做文件控制的 这个速度差不多是300多的速度 400的速度应该是 这个是用的是客户的竹子的材料 大家看到这是第三个了 它就下料了 大家看 料头两三公分掉下去了 刀会自动往前 然后这个时候气干把材料收出来 然后这边文件做好了 它就自动在接着加工下一个了 这就是一个整个过程了 那这已经一个循环了 我接下来这边就不给大家讲这个了 这里我等一下就暂停掉了 这里让它加工完一个我就暂停掉了 暂停的话我再按 我暂停了 我刚刚按这个键 就暂停 机器就暂停下来了 那平时的话 如果我们要断点运行的话 是按这个OK键 然后点断点运行就可以了 它可以接着加工 那这里就给大家都 整个过程都讲解好了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是说 关机教大家怎么关 第二天不用重新推刀 这个比如这还有材料的情况下 可以把材料先取出来 F2气缸 F2气缸 然后把这个推进去也可以 推进去也可以 然后推进去一点 然后这个刀前后没有障碍物的时候 我们这个时候按这个键 按这个键 一个圈一个点的键 然后按这个叫做旋转到 旋转到这个返回参考点 然后OK按一下 大家看这个刀就会往前走 走到零点的位置 我按OK大家看 看到它走到零点的位置 这个是X0 Y0的位置 这个时候你看大家看屏幕上面 XY都是零 这个时候我再去关机就可以了 关机 黑掉了 我再开机 它XY还是零 我就不用重新推刀了 就直接把刀往后调 往后调一点 往后调 然后到时候第一个材料先 先手动拉出来 对不对 第一个材料手动拉出来 拉到起点的位置 然后F2夹紧 夹紧 然后看 要多拉一点 它会收 F2 多拉一点点 F2 到往前能加工到料的时候 这个时候再去跟刚刚的步骤一样 选择温电加工就可以了 因为如果说像这个 正常它Y不是零的时候 我这个时候关机的话 它就会变成零 知道吧 这样就不对了 所以说我们就是按我刚才说的 先让它返回参考点 然后再关机就可以了 这样就不用重新推刀了 保证前面没有产品 其他就没什么了 其他过程就是说 大家在加工过程中 实际有遇到问题的时候 即使跟我们联系 我们都会帮大家解决好的 视频的话 今天先录到这里 谢谢大家 做文件的话 有单独做文件的视频 到时候大家看完之后 不懂的可以问我们 操作大家一定要学会 做文件的话 到时候可以通过QQ远程知道 或者是把你们做好也可以